一说到蒙古这个国家,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在历史中它曾属于中国,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 蒙古脱离了中国,但是蒙古脱离中国之后发展的并不好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蒙古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 最主要的就是当地的人口密度非常的稀少 所以这就导致他们国家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因为蒙古国跟我们国家有着非常深的渊源 所以他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我国也会及时的伸出援助之手 但是小编就听说这样一个消息 蒙古国向中国提出请求 我国却表示无能为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蒙古当地的主要经济是靠虚木业发展的 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这方面的发展 于是就开始编卖一些矿产资源 比如说石油煤炭等资源 这样就可以让他们迅速的提高经济 但是他们却用了最低价的手法 并没有对资源进行加工就直接出售 所以他们赚取的利润都是非常少的 导致当地的物价上涨得很快 当地人苦不看言 所以他们就请求中国帮忙 我国也是非常积极地帮助他们 但是后来他们居然不以为然 提高了我国物资的出口价格 甚至比国际上还要高出好几倍 所以当他们在向中国提出请求的时候 我国却表示无能为力 对于蒙古国这样的做法 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